厲害啦 不想錯過小明星大跟班 每天精彩的內容嗎 不管你是用手機還是電腦 趕快滑到影片的下方 看到右下角有一個紅色 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今天這樣出現的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明星爸媽操不公 排行老大有夠衰 有一次弟弟就直接把我抓起來 然後揍我 直接揍你 媽媽就很誇張 哭得跟弟弟說 抓我一起 跟弟弟下跪 這個像話嗎 弟弟已經控制不住了 他又在那邊說 妳打 然後媽媽又淚眼汪汪就說 怎麼是在打鼓鼓 真的… 因為我媽她以前不會打我們 她打孩子 超可怕的 我們做錯事 肉氣太輕了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有斷掌 聽說我斷掌會把小孩打死 所以我就不敢打小孩 我想說打我們小孩 所以我從來沒有打過他們 他們說什麼 沒辦法你們這樣好 我把他自己嚇死我了 我真的就 可是有用耶 因為我真的會怕 我就這樣也不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因為他有打子 我也是從來沒打過死蓋 真的喔 可是你打過死蓋 為什麼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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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啊 排行老大覺得不公平 你都這樣了 我跟你講 你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你說的有一點點道理 是不是 現在承認了嗎 先聊一下我們家的狀況 好 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嘛 老大就只能一個人去闖天下 去到那邊一年多以後 老二來了 是 老二到一到那邊 他就等於是長姐如母嘛 沒辦法 還要帶著他妹妹要上課 還要幫他代便當有個沒人 洗衣服打造 姐姐跟我講了一話 可能現在長大了也忘了這些話 姐姐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什麼 爸爸 妹妹在這裡讀書 我帶她上下課 每天這樣 她現在考上好的學校 要到San Francisco去讀書 老三又到美國來了 我又開始帶她上課 又幫她帶便當 又接她下課 又關心她的作業 爸爸 我是姊姊 我不是媽媽 當她說我不是媽媽的時候 我嚇了一跳 我就問她 不是啦 什麼啦 這故事 怎麼會往那個方向走啊 歪樓… 亂講 沒有 後面這個沒有 這個代表就是說 妳當老大變成長姐如母 這件事很嚴重嘛 那個阿姐妳是家裡 妳家裡排行老幾 我是次女 第二個 第二個女兒 我其實就是屬於那種 爺爺奶奶不疼的那一種 對 我懂… 對 前面是女兒 父母疼小兒子嘛 後面是兒子 沒有 因為我們家就是兩個女兒 所以長孫不管是男的女的 爺爺奶奶的那一輩都會疼 妳也認為老大是比較 辛苦的 辛苦也有 受寵也有 委屈啦 那就五合五敗啊 沒有 可是因為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高大哥有五個女兒了 然後就保弟一個兒子 所以我在這個方面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我一定要公平 我就陸西派一個兒子 妳也是 對 就是很怕會偏心 然後造成結婚的會 我兒子闖的都大禍 對不對 保弟闖的都是鳥禍 這個沒有人拿來比照 這也不需要勝利好嗎 妳說叔叔是不是很… 叔叔是不是都有在注意他 有沒有看到 OK… 鄭姐 妳本身在家裡是 老大 老大 有享受到福利還是委屈 委屈 因為我上面是弟弟 然後再來一個妹妹 所以Phoebe的心情妳能理解 Phoebe也是老大 老大 Phoebe也是老大 可是她跟我這個時代又不太一樣 時代不一樣 對 時代不一樣啦 有分… 對 有分 對 妳也是日據時代的地方 對 我們那個時候 清末明初的時候 就跟你一樣 老大是要照顧下面的 對不對 對 真的 清末明初是阿兒子 阿兒子來了 歡迎… 阿嬤姐 妳是妳排行在家裡 老大 妳也是老大 對啊 然後我下面還有 好處多 我們家五個小孩 還有弟弟妹妹 對 那辛苦了 因為妳一個人要帶底下一堆 對 很辛苦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念到國一的時候 我就想說算了 不要去念書了 我就去我們家文具行去打工 有沒有看到 然後我們老師就來就說 不行啦 不能沒有念書啦 結果那個老師很好就說 那這樣好了 下課以後 我就帶他去我家念書 天啊 還好遇到好的老師對不對 老大最會念書 結果沒有辦法為了家祭 要去工作養活弟妹 讓弟妹可以讀書 這種案子好多 案子很多 來… 我是排行老二 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們講 老二一定是最得寵的 一定的 因為老大那個時候出來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就要讓我來講 你知道 老二一定是你知道 我又比較聰明 又比較圓滑 所以你知道會比較 像我們家吃雞 中間的那個都會 我永遠是吃雞腿的 吃雞腿 吃魚 我永遠是吃魚肚的 魚頭 魚肚腿 我日子過這麼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從小我就得… 看身材我們看出來 那你回頭看看那邊的身材 這個是老大對不對 老大… 對 不只是魚肚 整個魚缸都吃掉了 你好… 所以你看 或許都跟每一代流不一樣有沒有 身為這一代 他們認為老大我真倒楣啊 來 看第一條 認為不公平 真的有不公平嗎 第一條 好 來 爸媽比較寵弟妹 來… 有一次我去做完志工回家之後 我發現 這麼小就懂做志工 然後我發現我弟竟然換了一支 全新的手機 而且重點是我用的那支手機 已經用兩年多 然後螢幕都整個快爛掉 然後弟弟竟然換了一支 全新的手機 然後我就去跟媽媽說 媽媽 我可不可以換一支 新的手機 她就跟我說 你有在打工賺錢 你用你自己的錢買一支新的 不就好了嗎 這個角度也對啦 應該是說弟弟從來沒有用過 新手機 全新的手機 姊姊就給他 PASS給他就好了 對 因為每一次他都是用 大家就是用剩的 每個人換新的他就用第二支 對耶 這樣合理啊 年紀還小 對 可是因為你知道嗎 姊姊很不愛惜手機 她手機都會裂掉 所以都等不到她的手機 所以是不是就應該買一個 全新給她 因為我也還在用 我也不是有新出來我就換 對 我們家弟弟有一次 以前流行那個3310有沒有 反正摔破壞 海豚機 3310從你傳到 傳到我 然後再傳到大的 再傳到小的 等到到我弟那邊的時候 因為我跟我媽的電話號碼 只差一個數字 可是我弟從來都不打給我 我說你為什麼不打給我 他說姐 因為插那一碼是5 我是5 然後他就說 沒辦法按 沒辦法按 他已經爛到這個地步 他只能一直按重播 重播… 對啊 對啊 所以我才買一台新的 身為父母應該不至於說 對哪一個孩子有特別偏袋 不太會了 因為 來… 妳媽這個狀態是 弟弟才小一歲耶 根本就已經同年了啊 沒有 可是媽媽她都會說 弟弟還小 他比較不懂事 妳要包容他 我不懂耶 到底多小 就小我一歲而已啊 沒錯 妳是姐姐 對啊 什麼的都來了 然後可是 然後媽媽她的 她的個性是比較像瓊瑤那種 她私底下就很多小劇場 大概前幾年 我跟弟弟都很叛逆 叛逆期的時候 我們常常打架 常常吵架 然後有一次最嚴重的是 媽媽還是爸爸就說 林一位去燒金子 去幫忙燒金子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覺得為什麼 弟弟也在家不叫他一起 因為我想要公平啊 洗碗也是我覺得要公平 然後我就說林志榮一起燒金子 然後就態度也是有點不好 兩個人都衝突了 弟弟就直接衝過來 把我抓起來 然後揍我 直接揍妳 他打妳 對啊 他就拎我拎口這樣 舉起來 我就當下那個瞬間我就發現 完蛋了 我不能再欺負弟弟 他已經長大了 好可怕喔 對 然後他就把我拎起來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那邊打架 拎起來就 拎… 怎麼樣 太刺激了 怎麼樣 這一次我比阿咪老師快了 有… 對不對 氣死他 對啊 很厲害… 我是沒有那一台而已 然後結果媽媽就很誇張 媽媽就跑去哭著跟弟弟說 對不起 其實我把姐姐養成這樣 然後媽媽就哭到斷腸這樣 跟弟弟嚇過啊 對 就說弟弟你不要生姐弟的心 是媽媽不好這樣 太好了 請問我可以解釋嗎 我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 然後後來我就在樓上 然後媽媽就上來 她就淚眼汪汪就說 李英偉 如果你跟我們大家都相處不來的話 你會不會搬走 你家是在搬拎機喔 真的啊 真的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搬走了 阿娥姐妳現在為什麼 妳哪有媽媽對孩子 而且小孩打架為什麼要跟他道歉 沒有 其實我真的要解釋是 因為那天我其實我是去染頭髮 我染頭髮染到一半 我只是 我就是要打電話回去 交代他們說燒精子的事情 結果我打電話回去的時候 就聽到我們家 吵架 吵得非常嚴重 我就叫他用那個保鮮膜 隨便包一包喔 我就衝回家了 衝回家以後 我就看到弟弟的理智線斷了 因為說實在的 平常因為因為他的個性很硬 他又是臭臉寶寶 脾氣又硬 然後只要NC 對 他所有的臭臉 這個人都這樣 對家人永遠是最臭的那種 家人不用社交嘛 對 姑媽來的時候 他就會一下樓就說 姑媽是什麼 我姨媽 姨媽啦 姨媽是她的來 對… 她就會說 姨媽來 就親戚來 我姨媽來喔 我想說你姨媽來關我們什麼事 妳幹嘛 妳要含雪噴人 不是啊 他就 我姨媽來 你們要大家小心一點 對 心情不好的時候 跟我講話態度不對 態度就這樣 然後弟弟就是每一次 都剛好被他看到 妳認為就是說 因為他老是這樣 妳沒有把他教會 沒有 是弟弟弟受不了了 弟弟認為說 為什麼你每次的態度都這樣 對 所以他那一天 才會理智線斷掉 他就想要打他 後來我就說 媽媽跪下來求妳好不好 妳不要打姊姊 這個一般是爸爸在外面喝醉酒 回來打小孩 媽媽 天啊 妳跪下來求小孩 妳這個像話嗎 不是 因為當時弟弟已經控制不住了 然後他又在那邊說 妳打… 妳敢打我 妳打他這樣子 兩個對衝 女孩子將來交男朋友 也千萬不要這樣 妳打我啊 妳鬧腫那種 不行… 因為他挑釁 所以弟弟就是說 好 我今天沒有打妳的話 試試看 所以我只好跪下來說 兒子 我求求妳… 只有這樣 也是媽媽的委屈 現在不會了 當年很叛逆 小時候… 小時候啦 現在比較懂得就是撒嬌什麼的 是真的滿好的 陽剛陰柔嘛 女孩子的那個柔的一面 柔情是水有沒有 水是什麼 Water Water是什麼 我講的是真的喔 李小龍說她武功的奧義就在於水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很重要 楊振 來… 妹妹24 小妳2歲 小時候其實我剛剛也就是聽了 就聽他們講 其實真的是心有其極的 因為妹妹真的是 她都會挑釁我 就會逼我好像想要打她 可是我有小時候就會忍不住 就動手 然後就變成我被罵 然後我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是 我放學回家 然後爸爸就很兇 他就說跪著 去那邊罰跪 你叫跪著 然後他就拿棍子這樣 跪著 他羅我天啊 他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你是不是偷我那個 抽屜裡面的現金 偷錢 我說我沒有啊 我根本不知道你錢放在那裡面 結果搞半天是 但我現在知道了 謝謝你 結果搞半天是妹妹 去偷了錢 好 來… 然後跑去買零食 然後飲料 然後結果也沒告訴我 結果害我就被打了 她是老大 我一定是所有的事情 一定要交代她 你一定就只有這麼一個妹妹 你不疼她 你要疼誰 將來你妹妹還可以幫你很多忙的 所以你怎麼可以對妹妹 有什麼…不理毛的懂 這個在小時候真的聽不進去 聽不懂的 完全聽不懂 我不等她 我還有全世界那麼多人可以 你說當我發現我錢不見的時候 我當然覺得 你沒有給我把妹妹態不好 太委屈了 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也年輕嘛 不懂啦 不叫而殺 為之虐 虐… 對啊 你這個時候是虐待 你的小時候就要有113鑽線有沒有 真的 那時候還沒有 可是妹妹 是妹妹比較白目 會一直挑釁你 她會一直挑釁我 你這個時候君子動口不動手啊 小時候…不懂嘛 講不贏她 有時候講不贏她 我只會怎樣 你再說一次啊 你再說一次啊 然後她就一直再說一次 然後她就真的這樣 你留得我啊 一直這樣 而且這就吻呢 就那個女孩子比較會假人家 對啦 兄弟姐妹就是會吵架也沒辦法 其實最怕的也就是 你打我啊 你知道那個會把人家那個 對啊 那就真打啦 應該把組的體訊撩起來了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們從來不會這樣 我覺得我滿幸運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是最小的孩子嘛 她是老妖 公媽疼大孫 父母疼小孫 爸爸媽媽都疼我 偏偏我們家公媽也都疼我 對 全世界都被哪一個人 姐姐好像我第二個媽媽一樣 她只帶我一歲 但是照顧她無尾不治 哥哥是一個文若書生 溫文儒雅的人 但是小學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她打架就是為了我 媽 誰敢欺負我弟弟 真的喔 阿伯這麼Man喔 兩個飛踢耶 難怪她現在吃飯有事 沒事她就這樣 她是那個泳春泉的高手 那些還不錯 她還沒有長歪對不對 沒有… 大部分這樣子的小孩會變成 就是媽寶 長歪掉 對不對 憲哥真的很棒 那個子楊好像沒什麼意見 妳是認為 其實我原本覺得 真的當老大是有好處的對不對 可是我其實 剛剛聽到他們講完了 我其實有一點 老大教功課確立不討好 Vivi招生力很扣零用錢 當老大就是要教小的寫功課 可是因為我弟 真的超級笨 教他教很久 我弟還在我媽面前演 姐姐都可以幫我教 我媽就會扣我零用錢 扣零用錢 弟弟英文真的太難了 她最會的英文就是Sky 連她自己名字也唸醜 我說妳叫什麼名字SKY她 好壞吧 子楊好像沒什麼意見 妳是認為 其實我原本覺得 真的當老大是有好處的對不對 可是我其實 剛剛聽到他們講完了 我其實有一點回憶湧現 其實我以前我媽小時候 就一直跟我講說要節省 然後就是什麼東西買了 就我長大就會慢慢的 就是不敢去買一些太貴的東西 但我想到我弟以前很愛買一些 什麼甲蟲 遊戲王卡 其實那些都花超多錢 然後但是變成節省的 就是我這邊要節省 然後我弟就買了 以前買了一隻甲蟲 買了6千塊 隔幾天就死掉了 對 我就覺得全部的節省的錢 都我這邊要節省 然後我弟都亂買一大堆東西 我就好生氣 他自己工作賺了第一台車子 買了一台小的BMW 不是 給自己很大的鼓勵對不對 當老師自己賺這個錢有沒有 隔天一回來 看見妹妹沒有再上班 但爸爸買了一部賓士給他 對 真的嗎 好了吧 這個就是有差別 沒有 我跟你講 弟弟 妹妹還小嘛 她只小偉一歲 她只小偉一歲了 真的沒有很小 她是有多小 她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氣妳啊 真的嗎 來 受不了 我們就是看第二條嘛 好 來… 對不對 妳這個 妳這個姐姐根本就是 小小的爸爸媽媽媽 變成小小爸媽 一定要這樣的嗎 來…怎麼樣這樣 什麼都問我們 是不是這樣 因為其實像那個什麼Line 什麼越來越流行之後 我一定都要知道我弟跟我妹 人現在在哪裡 什麼時候要回家 因為我媽都會先問我 她都會自己問他們 等於由妳來主管就對了 永遠不懂 然後什麼 就想要講說罰單要去繳或什麼 也都不自己跟她說 都要我跟她講 要我當壞人 對 妳叫妳弟弟去找那個罰單 對 妳為什麼不直接跟她說 要我講 奇怪 爸爸媽媽對妳期望特別高 沒有 這是 特別老大嘛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比如說像我小女兒 小時候她不愛剪頭髮 我就每次為了剪頭髮這件事情 她就會跟我 然後後來我發現 有一次姐姐帶她去了 她就散步 我說你們要去哪裡 她說我要去西門町 我說幹嘛 剪頭髮 你知道嗎 我頓時覺得 我以前的那些殺死我自己的細胞 就是氣死的那種 都白氣了 早知道就叫姐姐出面就好啦 不划算啦 叫姐姐出這樣 對 為什麼都叫她 因為我也有問過弟弟妹妹幹嘛 她們不讀 不讀不回 不理了啦 不讀 不讀不回 然後我就發現 好像姐姐跟她們講什麼事情 就很有效 就績效很高 那我幹嘛這樣對不對 我就全部都找她一個就好啦 這樣就姐姐很成功耶 這個在我們家也一模一樣 我們家也是耶 妳們家也是是不是 這一個出面 平衡 直接 直接搞定對不對 對 妳要去餐廳有沒有 弟弟妳要吃什麼 我想吃那個雞肉燉 不行 今天吃義大利麵 好 好 對… 我喔 我就跟球爺爺告奶奶一樣 還給我臭臉 對 沒有用 對 真的 好奇妙喔 成功的體貼 這個老大也有她的作用嘛 Phoebe…妳呢 像當老大就是要教小的 寫功課對不對 對 然後可是因為我弟非常不受教 就是他很笨 就是叫他教 Sky怎麼會笨啊 她才10歲 我叫他教很笨 長相像董事長的那種笨味 人家搞不好未來就是大老闆 他真的超級笨 就是教他教很久 就是幾個小時他都會完全 我就問他說 好 妳現在會了嗎 他就說不會 然後這位姐姐都是弟弟嘛 對不對 男生真的發展好慢喔 真的 我教過他背英文 然後姐姐妳來幫我背英文 我說好 來 黃色… 我說Yellow 怎麼拼 Yellow Yellow B-R-O-W-N 對 然後我想說 B-R-O-W-N 我說那怎麼唸 他說Yellow啊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問你 棕色怎麼講 他說 學校還沒教耶 棕色就是Brown 一模一樣我也是這樣 明明那個就是發音就不是那樣子 還是給我拼出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單親 沒事… 那個叫小孩還沒有開竅而已 然後重點是他還會 我教完我弟之後 我弟還在我媽面前演另外一套說 姐姐都不教我 他沒有幫我教好 我還是不懂 然後我媽就會生氣 然後幫我零用錢 扣我零用錢 扣我零用錢 是不是很過分 感覺好像是妳的責任一樣 對 可是就是他自己不受教的關係 到底為什麼會要扣我零用錢呢 因為你知道弟弟就是 他最會的英文就是Sky 對 他只會對一個單親 你知道嗎 可是姐姐真的很沒耐性 他教他不是那種 我跟妳說 怎麼會 不是 到底會不會啊 妳知道嗎 妳還聽不壞喔 很有威語 還兇你知道嗎 所以姐姐也 弟弟就是因為他這麼兇 弟弟就是聽到這麼兇也害怕 就沒辦法背 你知道嗎 既然沒辦法背書也沒教 那怎麼辦 不要懲罰他 他什麼都不怕 他就是最在乎錢 所以我只能扣他零用錢 他才會心疼 打他的軟肋啦 對 但是那個Sky 不只英文不好 他連他自己名字也念錯 我說你叫什麼名字 SKY他 不會吧 不至於吧 太嚴重了 好 我是 沒有啦 應該 因為其實從小爸爸媽媽都會去拍戲 很久 然後就算他們沒有去拍戲 他們兩個愛侶 也會安排他們自己的行程 出國玩 我們年紀稍長一點 大概國中 他就不會把我寄放在親戚家 就會讓我們兩個自己在家 自生自滅這樣 已經長大了嘛 不是啦 再叫相依為命 那不叫自生自滅 因為這個真的就是要擔任爸爸媽媽 的一個角色 幫忙照顧 然後因為我煮飯也很難吃 然後那時候也還小 吃外面 帶弟弟去吃麵 對 我都買水餃 不然就是義大利麵 不然就是微波食品 沒有啦 這個也是 爸爸媽媽都在工作 對啊 以前那秀場的時候 哪有時間照顧小孩 真的很忙啊 在搶錢 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又要拍戲 然後又要去做秀 真的是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可是你知道他們兩個 有一天我們提早收工 那忘記帶鑰匙 結果我們兩個人就睡在車上 是 因為回家他們兩個不開門 睡著了嗎 叫不起來就對了 叫不起來啊 忘記帶鑰匙 但我覺得他們都滿好的 會教幾滴功課 我弟都不念書 我也不用教他 有一點可惜掉了 會覺得比較小的時候 應該多陪陪他們對不對 對 成長只有一次嘛 對 其實我是對銀匯會比較 人家說北部不說比較疼什麼人 因為手心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我不可能說比較疼弟弟 可是你知道嗎 全世界的人都說 阿兒姐妳比較疼弟 感覺啦 對 但是我百口莫辯 我懂… 因為其實有時候就是 那個爸爸很討厭 他太疼姊姊了 所以我們如果不疼弟弟 這樣弟弟會不平衡 你知道嗎 就這麼巧 你看都是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那個邵文哥也是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後面就妹妹 這麼巧 你看 重點就是說 因為林寅衛她很聰明 她從小到大她都是前三名 然後她什麼 她從國中就沒有跟我拿過錢 她就自己會賺錢 她就開始賣網拍 她是一個 她是一個新女兒 她會做生意 這不錯 這難耶 新女兒打工 所以在媽媽的心目中 她就是一個很強 不用擔心 對 完全不 她從小到大從來不用擔心 連老師打電話來都黑漏到 我很抱歉 妳女兒好棒 好優秀 功課好好 所以弟弟呢 感動耶 弟弟就是一個牛頭湯 對 小牛仔啊 整天就是我要吃口香糖 常常就說 跑到那個很高的地方 然後就說媽媽 冰蝙蝦要踩下去囉 然後我說妳不要踩喔 妳兒子跟那個Sky很像 Sky是天空嘛 所以我跟妳講 我的天空 怎麼會這樣啊 這是小朋友的 那是小時候 所以小時候 我會比較疼弟弟是因為 姊姊非常聰明 對 弟弟他就是 傻乎乎的 傻乎乎的啊 所以妳就會特別關心小弟弟 楊正妳怎麼 經由莊奇溫高 反存壓力 得志揚險 誤入其圖 我媽真的會一直給我精神壓迫 你念什麼其中一個是高材生多好 敢問他 妳念哪一個水槽的 不能問我老爸這個 他是男一中的 妳也不能用我這個 因為妳連大學都沒畢業 我們老大我其實還是想要幫家裡分擔 我就會在網路上隨便看 看到那種 便服店 禮服店 我想工作 我問誰的女兒長那麼漂亮 她是孝心還不知道 沒有跟爸爸媽媽講 到那一堆 萬一遇到我 我怎麼講 什麼意思啊 楊正妳怎麼… 小時候因為爸爸工作的關係 所以常常可能半年不在家 要不然就是因為拍戲 就變成掃地 然後洗衣服 通通你了 通通都我要做 然後有時候還要就是幫妹妹準備 早餐 午餐 晚餐這樣 就像小爸爸啦 對 然後妹妹一晚回來 你占地為王嘛 家裡就是以後就是你老大啦 不行啊 因為妹妹又個性又很恰 她一回來她就是要躺在沙發上 養了一個鐵扇公主嘛 然後我問她 她說你為什麼這麼晚回來 我說乾你屁事啊 你怎樣 打我啊 打我又打我… 管不住啦… 女兒如果是這樣 趕快把她嫁掉 嫁人…嫁禍魚人 現在我真的要幫楊正講兩句話 因為你看看他們都是姐姐 是…帶弟弟 感覺就好像媽媽帶小孩的那種 你知道 難為她了 一個大男生她也是笨笨的 傻傻的 結果沒想到妹妹比她還要精 她還要聰明 我去大陸拍戲 我就會留一張卡 裡面留個20萬 30萬 我說賺三個月 四個月 家庭開支 你給我 好好的讓你管 結果後來那個卡通通鋪在她身上 這個妹妹不得了啊 真的耶 你哥哥… 他比哥哥還會管照 好耶 老實人啦 然後回來以後 我就回來以後 我說卡裡面還有沒有錢 還有錢 剩1萬塊 我說還不錯 還有剩1萬塊 可是其他的就花到哪去 就吃喝玩樂 他們隨便就安排好了 妹妹完全把它安排得好好的 不錯的 這個… 這個他留卡給你幹嘛 甄莉姐… 這就是15年後的SKY 沒有辦法 再介紹一下 不是 男生本來 男生本來就是會出你出氣的 可是這是好老公耶 要不然留一個電話 交一下朋友留個電話 這個暖男 對 暖男 他不只是個性是暖男 他這種身材 暖暖包… 你真厲害 來 看一下 父母的管教越言 代表對妳的期望是高的 妳是爸爸媽媽的寶貝第一個 子楊 當然是對妳期待很高啦 我媽真的會一直有精神壓迫 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是很愛 讀書的那種 但是他到現在 我已經畢業了 有的時候他再我出去 可能經過一些北醫女或建宗 都還是會一直念說 如果當初你功課再好一點的話 你們其中一個是高材生多好 可以當醫生什麼的 妳要轉問他 這真的 對啊 我不能問我老爸這個 我老爸是男一中的 難怪 妳也不能問我這個 因為妳連大學都沒畢業 快… 爸爸不要工作賺錢養你們 好啦 妳好棒 對 因為其實 我覺得先不管就是學校怎麼樣 但是因為我們老大 我其實還是想要幫家裡分擔些什麼 不想一直當身手牌 然後以前就是還在 還小的時候 我就自己亂找一些打工 因為我沒有經驗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隨便看 看到那種現女生 然後時薪很短 時薪很高 還幫妳解決困難 對 對不對 當中還有一條膠跳舞 還要限領 她時薪很高 日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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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反正變成說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工作 但是看起來其實滿危險 我就去了 然後結果他們真的是 妳看起來滿危險的就去了 不是… 我現在才知道那些看起來 但我那時候就去了 我那時候不知道 傻傻不知道 對 我就去了 結果他們真的介紹說 就是這是便服店 禮服店之類 就我真的很想要幫忙分擔 但是那時候也沒經驗 所以就會找到一些比較 可是父母親對妳的期望 一定就是希望妳好好的 這樣就好啦 因為我已經學業 可能就是真的已經沒辦法了 可能也沒興趣 對 我讀不了 妳看她多危險 女兒長那麼漂亮 然後是不是去日領薪 還不知道沒有跟爸爸媽媽講 然後到那邊什麼 幫客人倒到茶 什麼意思啊 遇到妳可以打招 遇到就打招呼嘛 不然咧 憲哥好 沒有啦 他沒有去 他沒有去那種地方打工 他大概都是一些什麼 服裝店這種的 對 現在我就不敢去了 我覺得是要的 因為像比如說我女兒 我小女兒現在是高一 她國中的時候就開始覺得說 不知道要念什麼 然後也想說跟哥哥姐姐一樣 念演藝科系 念演藝科系 可能紅的藝人很多 可是不紅的更多 我們不能全家人都在 對 都在好像都在活在幻想中 然後我就很擔心 那時候我就會很埋怨就是說 哥哥姐姐為什麼不 有一個 好 就是愛念書 可以帶領妹妹這樣子 可能有一個正當 不是正當 就是一個正常穩定的工作 對 不讀書這有時候 也不是一件壞事 她就做她擅長的事就好 妳當中有孩子很愛念書的嗎 有沒有 沒有 有啊 妳因為很愛念書 Vivi也愛念 妳因為也愛念書 算愛念 但我更愛賺錢 她也不錯啊 愛賺錢 愛念書都愛賺錢 對啊 這個有時候 孩子能不能念書 不是逼出來的 天生的 別講不來 以前我看人家有刺青嘛 是一流 一流 整個拉開才知道是 她有一個很噁心很噁 我靠 妳那畫耳怎麼刺上AIDS 我說妳怎麼這樣 這樣誰敢 妳跟妳交往 是AIDS你知道嗎 後來整個拉開才知道是 你很噁心 因為她特別 她特別 沒事整個拉開幹嘛啦 喜歡那個運動品牌 所以把她刺上這樣 那個 因為妳身上那麼多 奇奇怪怪的花紋 現在後悔了沒 沒有 憲哥 我已經跟他們說 如果妳們在刺青 我要跟妳們脫離拇指關係 可是 沒有人去吃一個新的 沒有人…沒有人瞄我 因為不怕這一種 妳跟他恐嚇這一種沒有 因為妳如果在刺青 妳的 是臉上耶 有一天我發現我兒子的脖子 他全身已經很多了 完蛋了 我發現他的脖子也刺了 然後我就很 我就很震驚的跟他說 兒子 把妳的臉刺滿吧 然後他說真的啊 我說對 然後呢 我們兩個再也不要聯絡了 有一個在臉上刺骷顱頭有沒有 後來他老婆肅請離婚成立 因為法官說醒過來就看到 一個骷顱頭 會嚇一跳 然後肅請 所以這個要考慮一下好不好 不要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不要再刺了啦 好不好 來… 這一筆 媽咪對妳要求實在太嚴格了 90分就要被打 成績低於90分 然後或者是在背膽字 背錯一個字 考錯一個字 就是打 就打 期待過高 弟弟考0分沒事 說對了 是嗎 真的不懂耶 妳這個當娘的 為什麼 不是 你要知道 因為每個人的標準 一定是因人而異嘛 你的標準在這裡 我怎麼可能給你這樣子標準呢 所以他本來就是可以 不用低於90分的人 所以你當然就要把他 定在那邊嘛 弟弟是因為一直都不好 所以我剛剛拜託他 他會救救你 20個男子對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救救你 差好多喔 最近Sky還跟我講 媽咪 妳要開心 我現在終於對到10個 有兩位數囉 有兩位數囉 考上兩位數就沒事 菲菲會心裡面覺得難受對不對 會不會 差別真的太大了 90分跟0分耶 然後0分他都完全不會被打 然後小時候腳就算被錯斷 太多都不會被打 然後可是我就從來從小 就是被打…被打到打了 小…讀小學 我們那個年代對不對 對 我們揍到不行了 學校揍到不行了 對啊 揍到不行… 我今天回過頭來看過去 我覺得以前那個打罵教育 有好也是有壞 對啊 至少還滿有紀律的啦 對啊 我覺得適當的提法很好 你看像Phoebe不是就很好嗎 對 那像我子楊 我記得他小學的時候 我就跟老師說 子楊不乖的話 你們可以體罰 老師說我們現在不體罰了 現在不能體罰 對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現在是不體罰的耶 老師體罰我女兒我就殺到學校去了 那肯定是這樣 真的嗎 有啊… 有 有啊 你怎麼沒有殺到學校去 我就跪在她面前 你打我吧 別打我女兒 因為我跟尹蔚是同一屆 所以我們是最後一屆可以體罰的 我們還有體罰 對 所以後面其他可能都沒有進去 可是我們那時候也有啊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也還是有啊 還是有 還是有 可是我媽她以前不會打我們 她打了自己超可怕的 我們做過事 補露記那一行的是不是 她就說什麼 沒把你們交好打她自己嚇死我了 我真的就 可是有用耶 因為我真的會怕 我就再也不會做一些不好的事 因為她都打了自己 對… 那媽媽看起來歇斯底里 拚命打自己 沒有 因為我有斷獎 我有斷獎 對 聽說我斷獎會把人打死 所以我就不敢打小孩 我想說打我自己算 所以我從來沒有打過他們 真的 我沒有打過他們 打她自己超恐怖 對 我也是從來沒打過死蓋 真的喔 可是妳打過VV 為什麼 所以妳知道VV 可不可以媽咪會有個願望 就是可不可以狠狠地把她揍一頓 來… 我跟妳講 剛剛講說妹妹偷了爸爸的錢 害哥哥被打 這下真憑實據 人商俱獲 楊振 妳偷東西了嗎 鏡子聊天不能純抱怨 阿爾神招臨淫未打拔 媽媽就是比較戲劇化的人 常常就是會抱怨爸爸 因為聽就覺得 妳要不要跟爸爸離婚啊 是開玩笑就想要打拔他 四位家長 妳有當妳孩子的朋友嗎 我有 我也有 我也有 我也有… 我也有 小儀全都出去了 第一次女兒突然間感覺她長大了 她剛開始還無法接受 我說我要去上班 她說 妳要上班耶 她沒有辦法理解 怎麼會是有能去上班啊 原來公主也要上班 上班 她是她的 剛剛講說妹妹偷了爸爸的錢 害哥哥被打 這下真平實據 仁章俱獲 楊振 你偷東西了吧 抓到了 我沒有偷東西 德華 就是… 就是自從知道錢放在那裡之後 忍不住 就會有一種 想要快一點 爸爸誰叫你要告訴我 我錢在那 我本來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 但我還是買了東西之後 我還是有跟妹妹分享喔 你偷了錢去買來跟妹妹分享 對 真的是暖男 可是最後被打了還是我 妹妹就是我 不是 這合理啊 人家只是幫忙囂張而已 幾百塊 買東西 買東西 就簡單點心 零食 該不會是妹妹去告狀吧 這一點阿公阿嬤做得比較 我的爸爸媽媽 孩子 錢在這裡 這是你自我管理 你不要去偷 你要全部用掉都可以 然後這裡有幾萬塊 擺在這裡 你想用錢的時候 你就用阿公阿嬤要做生意嘛 結果他是把所有的錢 換成一塊錢跟五塊錢的銅板 放在一個裁縫車裡面 你整個抽出來裡面滿滿一缸 對 你一次說抓一把吧 也不過二 三十塊 對… 我以前買零食 也很多了啦 所以我就可以感受到 這個奶奶的用心良苦 對 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沒想 那個時候也沒想太多 只有覺得說生氣 為什麼錢會少了 我也是糊裡糊塗的 錢放在那裡… 一直沒有拿去銀行放嘛 然後就覺得 奇怪 我怎麼明明有賺到那個錢 怎麼錢就是少個一張 兩張 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 一直到後來我發現不對了 真的越來越少了 因為我沒有再放錢了嘛 他就倒楣了 我手當其中我就先把他叫來 你知道那個時候我有一個不求人 很厚的 很寬的 屁股先趴著 就毛起來打 用不求人打 不求人… 你們是不打的對不對 我們家是用那個洗衣 我們家是用掛窗簾的鐵桿打的 他媽媽會打 那個是軟的 我是連罵小孩都一聲都沒罵過 長大以後才罵 小時候被揍到 就是要爬回房間的那種 對 而且只是因為沒有帶聯絡簿回家 對啊 對 我媽果然非常嚴格 非常非常嚴格 這有時候也是有必要 要有個黑鏈 來 我們看下一條有沒有 弟弟還真的換個這樣 我反而覺得如果能當我媽的垃圾桶 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我們家不是那種 會互相分享心情的那種 心裡話講出來 對 反而變成之前有一段時間 如果我們家 就是那段時間發生一個比較大的事情 然後有新聞就會有一些 不太熟的叔叔 阿姨 反而後來密我 打給我說 你知道家裡最近發生什麼事嗎 看消息 對 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就會說 你是家裡老大 你怎麼不關心家裡的事情 我沒有不關心 但是因為是 因為我也是從新聞上看到的 然後我媽也不會主動跟我說 所以我反而會希望 她能夠跟我聊這些 妳要跟她講嗎 我說不知道 是代表我不想讓你知道 並不是我不關心 對啊 學會聰明一點 對 他們這樣子講 就會讓我反而覺得心裡不舒服 就好像我真的不管家裡的事情 但那時候其實也還小 所以像我媽之前有一次半夜 突然打很多話給我說 就是在解釋一些事情的時候 她跟我講她內線話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 就算睡到一半 我也是馬上爬起來回她 因為我也很認真的覺得說 她今天願意跟我敞開心中 對 很好 我覺得我就是想要跟她聊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是開心的 妳要當孩子的朋友 來 我現在四位家長 怎麼了 妳有當妳孩子的朋友嗎 我有 我也有 我也有啊 我也有… 我們都是孩子的 我也有… 講一圈 圈都出去了 現在這個我也有… 已經傳到明犬動物了 沒有… 我們警衛也在說我有… 他們這一輩很幸福 我們都把他們當朋友 真的嗎 對 可能只有阿兒姐 他們那個會比較有點重男情侶 憲哥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沒有回憶 因為父母親管我們非常嚴 所以在我們家沒有不這個字 因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樣 就是說跟我一樣的命運 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可憐 什麼都…回憶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的小孩 什麼都可以 只要說原則把持住 所以我的小孩跟我就像朋友一樣 但其實我覺得我媽是真的 有把我們當朋友 就是所以才會變成說 訊息都要我來回弟弟妹妹 因為太像朋友 她的威嚴已經逐漸消失 所以變成說 對 所以變成我講反而還有用一點 當朋友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我們家還滿… 我覺得女兒長到一個年紀之後 會瞬間變成爸爸媽媽 唯一的依靠 女兒 我覺得真的很好耶 尤其是老大是女兒 真的很好 因為像我的小女兒也是臭臉寶寶 然後我跟她講什麼 她都不太鳥我這樣子 然後她就一直跟我講說 妳要教她妹妹脾氣這麼壞不行 我說她還小耶 永遠都還小 到現在都還小 一直都不講太小 這一點跟我們家有一點一樣 一模一樣 我第一次這個女兒突然間 感覺她長大了 然後美國回來 然後有那個機會 跟爸爸一起坐在那邊 然後我點了一杯咖啡 她還點了一杯咖啡 我就 她來自於那個…Starbucks的故鄉 西雅圖 點咖啡也是合理 變成兩個可以聊天的人 就兩個大人啦 就是大人的感覺了 可以跟一個大姐姐聊天 她剛開始還無法接受 寶貝 妳要去哪… 我說 妳要上班了 就她沒有辦法理解那件事 怎麼可能去上班呢 妳要去上班了這樣 對… 我後來才知道 什麼 公主也要上廁所好不好 Vivi… 媽媽都會跟我抱怨爸爸 然後還會把我當成他們之間 就是媽媽跟爸爸之間的傳話人 因為爸爸比較疼我 所以我可能說跟爸爸要求的事情 他就會比較 答應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就這樣子 媽媽就會開始叫我 去跟爸爸要求一些事情 就關於他的事情 讓他得到一些好處 像是假設他 有一次他生日 然後他就是想要買一個 就是那種LV的那種耳環 然後他去問爸爸說 可不可以送他這個 爸爸就說 可是 然後我就去 他就說媽媽就開始來拜託我 他說你去買這個禮物給我 然後我就跟爸爸說 我們一起送給媽媽這個禮物 可是我刷你的卡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刷他的卡 結果買好那禮物就給媽媽了 有沒有聽出弦外之音 就是我認識爸爸四年 結婚二十 十六年 十五年 這樣快二十年 我的女兒有爸爸的付卡 OK啦 哈囉 你們有聽到嗎 女兒是自己的女兒 是不是自己的老婆 感覺不太對喔 說那樣沒再帶就有了對不對 最好是啦 他對女兒非常好 非常好 真的 可是我爸都會每個月 還會傳那個帳單給我 要我反省 可是就算我沒有花很多錢 他都會傳給我 就是傳給我 我也沒有我爸的付卡 我有兩張付卡 一個姐姐的一個妹妹 兩個人 分別給我一張付卡 來 因為 就是因為他本來就是 是比較戲劇化的人 所以他常常就是會在旁邊 碎碎唸他跟爸爸吵架或是 婆婆啊 怎麼就是 對 從以前年輕到現在 媽媽十七歲就去唱歌賺錢 然後養家這樣 唱靠屌子啦 這些靠屌子都唱 對 然後一開始聽會很動融 就覺得媽媽好可憐 好辛苦 聽了二十幾次以後 因為聽就覺得 永遠都擠出來 那妳要不要跟爸爸離婚啊 對 我就會問他 我就說妳每天都一直抱怨爸爸說 他怎麼樣… 很難伺候啊 沒吃飯就會生氣啊什麼 我說還是你們要離婚啊 反正我們也長大了 沒關係 我就是開玩笑 有一個出口而已 對 是開玩笑 我就想要打發他 但是媽媽就是還是會一直 跟妳說不同時間點的事情 那媽媽最親近的人就是妳啦 對 所以我後來不理他 然後他就比較會去找弟弟聊這些 所以要必須為人子女 一定要學會這四個字 然後妳如果必要的時候 妳要回他講 是啊… 對啊 衝耳不聞 因為他唸這些 你怎麼可以這樣教他們啊 沒有關係 這個很實際 你看我執行得多好啊 對 隨便他講 什麼都聽不到 來…阿爾姐 馬爾東風 其實那時候是年輕的時候 因為年輕的時候安迪哥比較 大男人了 對 他那時候第一 他大男人 第二 因為他的職業 常常要去喝酒什麼的 對 對 所以常常不在家 然後我就每次我就會在那邊哭 我就覺得說 我就去洗個身體出來 他人就沒去 然後又關機 然後我就會在那邊大哭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是妳洗身體他會怕 不是啊 剛好處理好而已 跟你比他洗身體哭 不是 他都趁我去洗澡的時候 他才有辦法偷溜 不然的話他沒機會出去啊 靠用偷溜了 對啊 好可惡喔 所以每次他就看到我在哭的時候 他說媽媽 你們要不要乾脆離婚算了 不是 他哭 然後就等妳是 等於是抱怨給妳聽 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 我是看過電視有一個專訪就是說 其實父母親 千萬不要在小孩子的面前吵架 因為有一個檢察官說 他問他說 你看過最多的屍體是什麼 他說小孩 他說為什麼 他說就是因為父母親吵架 整天一直吵架 小孩他就受不了 他希望引起父母的注意 所以他就自殘 對 所以最好不要在小孩子的面前吵架 那是很不好的 對 後來不敢了 我…截至目前為止 我這一點我是做到了 對 有什麼要吵的 私底下在說嘛 對 我都當朋友啦 我都開玩笑的啦 對不對 今天當老大也沒有什麼不好 都沒有辦法 我們生下來就是老大 老大就是老大 對不對 我們要好好孝順他們啦 當他們的好朋友啦 好不好 謝謝他們的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再見